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种便是足够富裕 但是一辈子还需要操心 不能享福 一辈子都难以请先下来的人的命运 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 劳碌命的首相都有哪些特征吧 一 无名指过于短小 无名指短小 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 家庭并不和谐 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 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 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 功利心比较重 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 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都会去尝试去发掘 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 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 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 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 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 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 二 事业线淡薄 我们都知道手掌有几条线 分别代表我们的事业 生命还有婚姻的运势 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 就是劳碌命的首相 意味着命主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 但是却很难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 这类首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 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事业运势不稳定 如果想确保事业无忧的话 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 属于劳碌命 三 财质线太短 有时很难专注于思考 一些当地的考虑很少 一些当地的考虑因素太过深思熟虑 做那些拿西瓜和扔芝麻的东西很容易 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将开始变得粗糙 但整体势头将能够这样做 在情感上 桃花很受欢迎 但要注意运气不好 并与异性共存是非常好的 四 手指弯弯曲曲 手指弯弯曲曲也会劳碌命地象征 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 不过也有财运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生活质量和现状 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要头脑灵活 善于看清局势 所谓实事造英雄 那也要看哪种英雄 英雄好不好当 人就是要在大形式下人轻自己 五 手指上存在竖纹 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 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 更是十分明显 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 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 一般都会比较忙碌 尤其是出去大拇指之外 其他四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 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 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 六 手掌干瘦 俗话说手大抓草 手小抓饱 手掌圆润的人才是有福的命 但是手掌干瘦这种特征的手相 从相述上来看 他们对工作十分地重视 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 都会睡不着觉 属于操心的命 但是这类手相的人事业运势 整体来说不是很差 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 因为手掌无肉是无财的象征 所以也是劳碌命 七 手掌平平且薄 手掌薄 肉少 摊开手掌中心很平 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 瓶中没有财运 没有遇到横财 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 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 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 成为了一名普普通普的打工仔 每个月的微博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 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 到了晚年的时候 还要自己出去干活 才能安享晚年 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 碌碌碌碌 发不了财 八 段掌 段掌的手相 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 然后一个人的手相 那么就都是属于到在事业上的发展 都是会很好起来 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 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有着 很好的一个的发展起来 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不错的 而如果是段掌 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段的 甚至就是可以说都是 不需要很长的起来 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 很多的坎坷的命运了 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 九 无明指的漏痕 无明指的出现了一个部位 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 而且如果是一个部位 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 那么在方面里 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 很负面的起来 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降低的话 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的话 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 很负面的一个影响的 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 十 手指骨感无肉 在手相上面看的话 一个人的手指有肉 修长 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 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有 很好的财运的 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 而且没有什么肉的人一般 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 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 而忙碌个不停 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 但是能够赚取的钱 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所以不管什么年龄阶段 都会在忙碌 一生忙碌 十一 手相没有财运线 财运线 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财运 财富 金钱的纹路 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 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 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 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 财运亨通 可以求财顺利 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 没有一条财运线 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 凌乱的话 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 命中无财 只能劳碌一生哦 十二 拥有反抗手蚊 手相中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 拥有这种手蚊的人 天生逆反心理较强 不喜欢被约束 也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 较为自我 喜欢自由 拥有此手相折 人缘很不好 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 在婚姻中 也是不懂得包容 这样性格的人 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有两条反抗线会更加一事无成 十三 生命线浅淡 手相中生命线若是延伸至手腕线上 但是不够深 非常浅薄的话 看上去感觉随时会断裂一样 则表示命主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 总是在忙忙碌碌 很少有清闲的时刻 属于劳碌命 但是这类手相的人生活比较稳定 不会有大的波动 十四 三条婚姻线 拥有三条结婚线 无疑是心地仁慈 弃于坦荡的人 一旦到了婚姻和爱情方面 则就会以多情的姿态成如今异性的面前 如此就很难从一而终 往往随意踏上再婚之路 多次婚姻容易造成负债累累 生活不稳定 贫穷找上门 十五 生命线长 但不够深刻 从手相角度进行分析 一个人如果是生命线长 但不够深刻的 说明了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 生活中是很容易就会感到很累的 生活节奏是很快的 总是需要不停地忙 但偷懒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不能闲下来的 十六 手指有缝隙 这样的人性格清高 不太重视钱财 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 如果不合自己心意 或者是有为自己的原则 也不会去做 此外 其人花钱较为大手 不懂得如何理财 因此 时常两袖清风 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 注定发不了大财 但是如果拇指外的其余八指 充满了许多纵直的线纹 又有劳碌手之称 为了温饱 必须终日打拼 但如果大拇指的第二指节 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基材纹 表示一生的辛苦 终会有代价的 基材纹越多累积的财富 也越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